醬汁原味真材食料 其實真的很誇張 蟹桂開羅 一開頭炮都非常理想 很棒 吃入口還會有質感和彈性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又到大閘蟹的季節 COLTA 遊行街 反正都吃得更漂亮 所以這次我來到尖沙咀這家富豪酒家 雅翁鮑魚 最新推出了魚翅鮑魚大閘蟹宴 即是餐廳那邊邀請我來 介紹給大家最新的優惠 最主要就是 破天荒的造品 竟然有一個 Giveaway 做買一送一的優惠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的詳情 記得看到最尾 生拆大閘蟹粉 因為有蟹粉和蟹膏 它就會生拆 然後連一次一起煮 二選一 一個可以選擇養殖吉品包 這個相當之受歡迎 如果大家說我不想吃包魚 想試試其他 它亦都有這個 就是蔥燒百花羊療心 二選一 第三道菜就是江蘇大閘蟹六兩 這個就是這個餐的重頭器 六兩只不過是minimum 有時去那邊過來會大一點 六兩半 都不頂的 剛才很震撼 看到那些大閘蟹全部都有雷射標籤 一定要飽滿蟹 肚子要夠白 亦都有金色的毛 這些都是一些大閘蟹的特徵 還有拿上手 你感覺到聚手有這麼大隻 相當為之漂亮 還有一個就是生煎薑蔥鹽香雞 蟹比較寒的東西 所以吃薑的東西是相當之適合的 然後還有一個 瑤柱蟹腿炒飯 它是用了生煎的蟹腳肉去炒飯 其實這間餐廳 它是專門走一些比較精緻 比較手工一點的路線 未必每個人都喜歡這個路線 但吸引到某一堆的客人 反正都是吃鮑魚 吃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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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班恐場客人在這間餐廳 今天上來 星期日晚 我都看到很多人上來 還有那班熟客人都會吃 最後還有一個薑茶芝麻湯丸 現在還要賺980元一位 這套餐 我自己看它的菜單 即省奶大概是1500元左右 家人吃的 想吃餐好的 這一間我也是自己心想選擇 介紹這個餐牌 開始要給大家看真功夫 一起來 就是生叉 大閘 蟹粉刺 這些東西不是在廚房做的 外面有一個鍋 這個瓷是每位訂單才是立即做的 絕對不是做定 蟹粉、蛋糕是每天生拆出來的 我們今天四位來 剛才老闆跟我說 兩隻四兩的蟹 拆出來的蟹膏和蟹肉 才夠一位的大閘蟹蟹粉刺肉 我們四個人來已經吃了八隻四兩蟹 裡面的蟹膏和蟹肉 很基本的材料就是蟹粉、蟹肉、刺 還有一個上湯 價位比較便宜的菜 都會有一些叫預製菜 本身已經是做定了蟹粉 就這樣開了 我們看到這裡是用新鮮的蟹膏、蟹肉 和汁原味真材食料 其實真的很誇張 在這裡推廣的時候 顏色已經很漂亮 還沒吃之前 其實聞到味道就知道它很香濃 一口吃進口才感覺到 它的質地推出來就很漂亮 還有蟹粉的香味和甘香 鮮的程度 可能沒吃過 這個程度 除了材料之外 都是心機 不過如果大家來了 真的要點這個 套餐真的要等一等 因為它原窩 即場是沙窩 不停推出來 所以時間會比較長 內心等候一下 因為它真的現場 每日下單位就立刻做 第二道菜 就是沖燒白花釀療心 或者可以選擇 一個三十頭的養殖給品包 白花釀療心 全部用沙窩去製作 現場是立刻做的 立刻做的 這個療心 本身裡面有些蝦膠 我發覺它不會用很多調味 或者加很多東西 它基本材料是很簡單 但它的材料是比較漂亮的 例如雞湯 然後再慢慢推 再加少許的肉碎 再埋回芡 這樣就是做出一個療心 所以其實最主要就是 事前發了療心的功夫 高湯的味道 還有一些蔥花粒在裡面 加了少許的蝦膠 令到療心不至於很軟 你吃進口還會有質感 有一個彈性 這個療心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真的比較少吃 接著就試試它們的首本名菜 就是它們的鮑魚 如果大家選擇 譬如30口的養殖給品包 就980元 如果大家比較豪 不要緊 吃頓好的 18口的養殖給品包 1380元 這個它是用了一個老雞湯 去做一個基礎 這個才是竅門 我其實十分之穩陣 我基本上來這麼多次 它是沒有一次實受 可以說做了這麼多年的包汁 是一向推得很漂亮的 緊緊包著鮑魚 還有它的厚薄度也很適中 調味方面不會過咸 是已經經過無數的調教 無數的改善才得出這個味道 再看看這個 也是一個日本養殖的吉品包 30口 如果吃鮑魚來說 香港這間也算是很高質的 專吃鮑魚的餐廳 今天這個就是江蘇大雜蟹 做足六兩 有四隻大雜蟹 你看到都很漂亮 其實拿出來的 看到旁邊已經在漏油 已經在爆出來 很厲害 真的頗聚手 而且顏色頗帥 我現在即場先開開這隻 這些供應的大雜蟹 我們這些餐 都是供應的大雜蟹 都是供應的 每一年的大雜蟹 每一年的大雜蟹 都說我最喜歡吃工的白糕 先開這個 第一件事 已經在後面漏出來 接著 先把心拿出來 第一件事 這裡 這個位置 有一個六角形的心 一定要挑出來 超級寒涼 六角形的心 這個一拔出來 顏色都是金黃色 其實都很飽滿 你看到蟹糕很帥 六兩來說 都是竹兩 蟹的膏 顏色很漂亮 沒有乳黑色 看見都挺多 好 我再開 因為我們有四隻 這隻都挺帥 挺聚手 同樣 你見這裡開了葉子之後 蟹糕都肯出來了 立刻開這隻 看看什麼 很漂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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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膏的情況 其實在蓋上蓋子 都是很多 我看到那些透明膏 就是那些白膏 都很多 這裡上面那些全部都是白膏 這一隻 蟹桂開羅 一開頭炮都非常理想 很棒 這裡有一個醋 這個醋本身都是他們自己去開 自己去調教的一個醋 嘗試再加上這個 再加上蟹膏 這個醋也是他們 壓力推薦 因為始終不是交貨回來 是可以自己調教的味道 那我加一點點 嘩,好香啊 這個醋 味道是很順口 還有一點甜 是很調和 還有那個蟹膏是很配的 嘩,好棒啊 這個醋真的想喝 今天的蟹膏 以鹿兩來講 我都覺得 都算是挺澎湃的 白膏 我想我自己這隻來講 大概是六四比 四成就是白色 我自己喜歡吃的很黏口的膏 因為看時間 今年來講 好像是晚了一點 大家都知道 那我時間一般 就是吃蟹腩 吃完蟹腩 才吃蟹膏 還有它那個醋 它掃上去之後 它是很厚的 很黏著一些膏 看這些蟹腳 裡面都 有多少肉 因為它夠大隻 你吃的時候 蟹腳都可以 蘸上一點蟹膏 這樣吃 真是正 看到這些大閘蟹 它的毛 旁邊那些是 金金色的 全部都 蒸完出來 更加容易看到 所以吃大隻一點 就可以吃肉 蘸醋 更加好 蟹大戰完之後 來到這個生煎薑蔥鹽香雞 蟹很寒 所以我剛才都說 有薑 去中國我回 之後也會有 薑茶芝麻湯圓 當然很簡單 看到也是 剛才 即場延長 一直看著它煎 再加薑蔥 基本上 這個都很難不吃 雖然是基本 但它煎得很香脆 很香脆 都是本地農場的雞 因為來到這裡 再吃雞 還有炒飯 基本上已經開始飽了 這個餐 雞 你看到是 有點焦脆 焦香 焦焦地 剛剛煎出來 再加上薑蔥 這樣吃 非常好 薑蔥 不會很辣 沒有雙中那麼辣 有蔥的香味 這個飯 是一個瑤柱蟹腿炒飯 蟹腿 剛才我們都用了很多時間 將蟹煎皮剝刷骨 才是很艱辛地拿出蟹肉 這個也是師傅每天生炒 大閘蟹腳的肉 然後再來做一個炒飯 最後就是蟹腿炒飯 我看到好像也有乾腰柱絲 還有乾腰柱絲 哇 剛剛炒出來 那個 相當乾身 鬆散 這個炒飯 其實也是用沙鍋去做的 所以其實 會比較乾身 也不會很油 今天跟大家吃完這個鮑魚 魚翅翅大閘蟹煙 每次來都有一些驚喜 這次都看到它 原來我感覺上 是比較手工菜形式的做法 剛才真的看著它怎樣 在外面 真的慢慢做那個蟹粉蟹黃翅 即是它用蟹膏和蟹肉 一邊推那個翅 那個翅是很漂亮的 可以這樣說 比較濃厚一點 所以其實你一吃入口 那個蟹膏的香味 其實馬上已經爆發出來 那個療心和鮑魚 一邊都是手本的菜式 所以我覺得整個餐 其實都已經吃到後面 都已經當之滿足 是很飽的了 很多觀眾就在下面說 自我餐我又吃不到這麼多 不如吃一些好一點 其實情況一模一樣 如果大家吃大閘蟹的 健康或身體上對自己好一點 不如找一間真是美一點的 優質一點的 吃一餐半餐 都是每年一次而已 所以我寧願去一些比較優質的餐廳 今天這個套餐 都寫明大閘蟹 是六兩滑以上的了 還有最後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就是薑茶芝麻湯圓 中間其實它都會給薑茶來喝 薑茶真的有些材料 是很厲害的 薑茶的味道 真的馬上幫你中和 那個大閘蟹的汗 好了 看到這裡 大家當然想知道 今天有什麼東西這麼厲害 就是買一送一 這個破天荒買一送一 究竟搞什麼呢 今次就是做一個 就是給薑茶芝麻湯 會有五位朋友 可以得到 就是買一送一這個優惠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980元你上來 如果兩位上來 就只需要給一位的錢 如果980元可以兩位來吃 這個鮑魚大閘蟹套餐 基本上機會都很難得 用盡我的牙力 幫大家爭取一下福利 因為大家都這麼支持我這些影片 這個如果大家想參加 很簡單 非常之簡單 這間餐廳富豪酒店 我知道有很多觀眾上來 特別是368個套餐 所以其實我每一次上來 都會遇到很多觀眾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為什麼你這麼想吃這個套餐 講得最好的五位 我就會挑選 然後上來吃這個 買一送一的優惠 基本上是980元 另外 都講清楚給大家聽 如果三位上來 都是免費一位 四位上來都是免費一位 另外茶價加一 都是跟正價收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記得 踴躍在下面留言 看看有沒有機會 吃到這個買一送一的套餐 詳情在Info Box 都可以找到 今天這條影片 大致上來聊到 希望大家都喜歡 還未訂閱的新觀眾 快點訂閱 subscribe 仔 提起沖上去 30 萬訂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是這樣的 拜拜